今天我们来修一台魅竹18Polo 这款机器在我这里已经是常客了 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没有声音 但是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能进系统 不过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主板呢已经拆下来了 非常漂亮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修这种的 二手机啥的 有时候也是没办法的事 人长得丑 实在接不到一手货 就只能修点同行搞过的二手 混口饭吃 有时候多少还是觉得吧 有点不值啊 上帝给我这么一双漂亮的手 我却用来修二手货 唉 对于没有修过的机器 而且又是搭带骁龙888处理器 不用我说 你们也知道哪里问题呢 所以我就不废话了 直接开始拆它 这款机器的胶有点硬 咱们在拆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 其实处理这个黑胶还是很轻松的 有些朋友咨询我 是怎么把焊盘处理的如此平整干净的 如果用烙铁除胶的话 这个跟你的工具有很大关系 我使用的是万龙的210烙铁 它这个烙铁 你不要看它便宜 你好像就觉得它不行 我跟你讲恰好相反 它不仅便宜 而且非常好用 它还有一个很尖的烙铁头 可以拿来飞线 那个是超级爽 其实我在刚买的时候也是担心 因为这个烙铁很便宜嘛 对吧 我以前用的都是一千来块的烙铁 我就没有用过这么便宜的 我当时有点担心 它这个温度跟不上 然后拖焊盘的时候 会把主板拖掉点 不过现在放心了 不会的 你看我拿烙铁直接对着芯片 叉叉叉的三下五十万 上面的黑胶就被我刮的差不多了 所以好的工具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完成工作 乔师傅的橱窗里面上架了不少好用又便宜的产品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好吧 还有这里要提醒一下 对于骁龙888的机器 一定要用高温锡就是217度的那种 因为这款处理器的发热量非常大 当然我的橱窗里面也有 就是这个217度的高温锡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种 我觉得挺好用的 基本上修出去的机器没有啥返修 因为我本人修机器把质量看得很重要 我最讨厌返修机 费时费力又收不到钱 单板上电 虽然开机电流正常 但是主板又漏电了 我发现这机器是芯片的黑胶 打的越多 那是越容易爆锡 不过还好了 一切都在意料当中 把爆锡的芯片重新安装 就可以安装CPU下沉了 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去上盖电流 继续我们安装运行内存 给主板进行快速强降温 再来上电看一下这个电流 那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这款机器有时候就是这样发疯 有的机器能开起来 有的不能开起来 不用管它 你直接用电池开机就好了 开机后 当我们试到WiFi功能的时候 发现它居然打不开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重新安装一下 再一次开机 来到这个WiFi界面 这时候在打开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信号不就出来了吗 把主板拆下来 把这个WiFi的屏蔽罩给它安装回去 剩下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了 把主板拆下来 把导热硅脂给它打上 再把所有的配件装回去 最后我们开机 再试一遍所有的功能 那么这台机器就算维修完毕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话说都看到这里了 你们有没有给我点赞